世界遗产也是知名景点的秘鲁马丘比丘 当地的旅行社跟业者不满政府 把门票销售系统外包给私营公司 串联发动示威罢工 抗争进入了第二个星期 已经造成了往返马丘比丘的火车 无限期停驶 还有数百名旅客滞留 也让外界担心抗争如果持续下去 疫情后好不容易才复苏的观光产业 又会受到重创 民众高喊口号占据铁轨一路往前走 火车无法行驶 游客只能在车站排队苦等 这里是秘鲁的马丘比丘 有天空之城称号的观光圣地 变成火爆的抗议现场 还已经超过一个星期 秘鲁政府日前宣布 要把马丘比丘门票销售系统外包 当地旅行社首当其冲 无法再垄断门票贩售 气得直跳脚 店家也担心新系统上路后 观光客不再到附近的村庄光顾 生计会大受打击 双方因此串联示威罢工 控诉政府图立特定企业 秘鲁政府解释 推出新的售票系统 是为了更精确掌控人流 因为观光人数如果超出负荷 骨鸡可能会受到破坏 威胁到世界遗产马丘比丘的维护 不过民众对政府的说法并不买单 持续霸占铁路 负责铁路营运的公司不堪其扰 宣布火车无限期停驶 结果又造成数百旅客滞留当地 各界担心政府如果不尽快找出解方 对旅客业者甚至秘鲁整体观光 都不是好事 综合报道